你可能永远都想象不到 金三角大毒枭的儿子 居然剔度出家当网和尚 而且还把自己的亲爹 看作云云众生 众生众生 我是你亲爹 我养你不养的狗 你能够长大了 他会冲走我 wow wow 叫两声 句句话顶着我 还有你 没有人现在可爱 长大了 说不定也是狼行狗废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场 猜座警长已经带人 将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华哥的儿子 只能出来阻拦 但没想到警长 直接掏出搜查链 随后就带人闯了进去 抓到众人后 却不见华哥 警长一怒之下 把枪顶在了董家豪头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华哥抱着警长的女儿 走了出来 见到自己的女儿 警长立马认识 华哥 华哥我求你了 华哥 把女儿还给我好不好 就是我们好好商量 把他们放了 你们的兄弟都欠了 别帮助我 行面都加赏 华哥 谁是你的办法 是赏方交给我的命令 再说 以我的手里 你杀杀是没对他呢 那我就是赐 华哥的要求 无异于让他去送他 警长听后 情绪非常激动 于是就想和华哥 同归于尽 但一想到自己的女儿 警长还是做出了口袭 随后警长 便以证据不足 唯有把人撤 在回去的路上 警员建议设法营救 不能让整个警局 都被一个毒贩牵着和自己 但要知道 在营救过程中 人质的存活率 是对半开 我是绝对不会 毛这个钱的 你怎么没有女儿 我女儿就一个 我打不起 说完警长就拿出来一打 封口费封给所有兄弟 另一边 扎萨将军 接了东南亚 最大毒品家族的巨人 于是将军 也顾不上达子的身体状态 强制他制作毒品 而达子却表现得无能为力 我现在这种身体状态 我完全没法工作 毛头送我回家 我工作不了 但没想到将军 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助手鲲 达子 这个人叫鲲 在你养伤期间 他就是你的手和脚 有什么事情 吩咐他去做 你才干用吗 我小孩不回 达子让我下场 我赶在下场 达子去上趟厕所的功夫 回来就看到 鲲在独自调试剂 你干嘛呢 我就拿着你刚才 手的都给你抢了 这是无军无尘的现实 你连手上都不带你摸弃 这种行为就应该多少 将军看到后 立马打了惯 达子抱怨说 他这样一个什么也不得的作者 简直是在帮到忙 而他的小心思 却被将军看得明明白白 小伙子 不要以为 我不了解你的心思 我派个伸手 不是正合你意吗 派个熟练的 过两天 他会做了 你不就淘汰了 放心 年轻人 等你身体好了 我立刻让我打 将军带人离开 达子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干 但他不知道的是 分并没有将军说得那么简单